明星咖位低就不配得到尊重 赵丽颖还是个小配角的手 出席活动和姚晨坐在一起 却直接被无视 上台时也是小心翼翼地跟在对方身后 万倩走红毯原本还开天心心 结果都走到主持人身边了 主持人却只是抬头看他一眼 就继续低头念头 手足无措的万倩只好站在一旁等待 张小斐不火的时候和贾林沈腾一起出席活动 当其他人都围坐在一起 主办方却没有给他安排做完 他只能在一旁来回头 走红毯他还在接受采访 主办方就已经让刘诗诗走上红毯 并把镜头直接切走 难道咖位低就不配得到封重了吗 某场活动的后场区 热巴裹着毛茸茸的杨龙大衣昏昏欲水 赵丽颖裹着厚厚的毯子无聊至极 反观小花助续单刚刚将毯子披上 就被助理强制将披肩拿走 可一脸茫然的助续单依旧要保持威胁 这咖位小就该被冻着吗 红丽亚红毯上拍照 刚拍两张就急匆匆地赶了下台 结果却被工作人员强制拉回继续营养 反观钟楚希还正在专心地凹造型 摄影师却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静止离开了 巴刹晚宴的大会影瞬间 冰冰一看到秦海路上台 就一把将杨幂拉到自己身边 合影时杨幂也是一脸嫌弃的领头发 看到镜头更是直接蹲在地上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嫌弃对方咖位不如自己 高奢出场顺序暴露明星咖位 在蒂芙尼的高手晚会上 最先出场的是国际超模合宋 虽说他在模特界人尽皆知 国际上地位也不低 可到了国内他依旧是热场的存在 跟在他身后的是歌手阿云塔 小友名气的他只能率先出场 为红毯预热 紧接着的是新生代演员胡一天 凭借过硬的身高和几部小甜举 被大家记住 但应实力还是有待提高 第四位张彬彬 算是这两年以来名气提升比较快的男演员 凭借一部斯腾 一举暴露后 咖位也在慢慢晋升 紧接着的是实力派演员李小冉 只是没想过 美貌出众演技出圈的他 居然出场顺序会这么靠近 看来是近些年热度有些下降的 跟在他身后的是新晋小花中出现 长相高级身材火辣的他 很瘦的大时尚高奢品牌的喜爱 能排在实力派李小冉身后出场 可见品牌方对他还是很重视的 而杨颖绝对是这次晚会的最大赢家 他不仅被主办方安排压轴出场 佩戴的珠宝项链也是全场价位最高的 据说价值高达九位数 不得不说比解的他为果真不容小的群 那么最后一位出场的自然就是 蒂芙尼全球代言员易洋千行 身穿黑色高定西服 佩戴独一无二钻石鸟珠宝压轴出场的他 排面可谓是无人能及 这也太尴尬了 叶书华舞台上大胆甩动裙摆 跳嗨了甚至忘了自己穿的短裙 直接就会趴在舞台上 幸好队友联邦上前遮挡 这才没有闹出污论 全恩飞舞台表演 身上的吊带裙根本就遮不住重点 一个抬腿起身动作直接暴露底部 赵贤裙摆上下翻飞 他也视若无睹 随后毫无征兆的一个下蹲 白色打底被暴露无遗 炫雅的舞蹈也是真觉 身上的吊带裙好像就是白色 跳舞舞姿很是妖娄 一点都不顾及自己身上穿的超短裙 要说这是意外 另一场活动上穿着长袖短裙的他 跳着跳着却突然被对观众撩起裙摆 就只是为了搏眼球 赵露丝身穿白色丝绸吊带裙 化身高贵小仙女 原本是惊艳众人的装扮 谁知中途礼服意外滑落归交贴报 这场面估计都要留下阴影了 许娜金一席清凉装扮走红毯 一出场就是全场交赌 结果一个狡猾直接劈差跪倒在地 可想而知的春光无限 这下尴尬的恨不得想钻地动我 刘涛一袭黑白挂博礼服颁奖 优雅大气 谁知颁奖时间带却突然崩开礼服滑落 幸亏他用手卡即使这种 不然看到这现场粉丝怕不是要哭了 金亨瑞泼水银乐节上海翻了 直接将上衣脱掉 谁知却意外扯开那一袋子 吓得他一路小跑找人帮忙 这才化解这场危机